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就委内瑞拉局势发表演讲 公开呼吁委内瑞拉军方支持委内瑞拉议会主席 自封临时总统的瓜伊多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则对特朗普的演讲 予以强烈抨击 要求特朗普停止对委内瑞拉发好施令 据报道 特朗普当天在讲话中向委内瑞拉军方施压 他警告称 如果委内瑞拉军方继续效忠马杜罗政府 那么将失去一切 特朗普说美方寻求权力的和平过渡 但是所有选项都是开放的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18号发表讲话 谴责特朗普当天发表的对委干涉性言论 马杜罗当天还表示 委内瑞拉将从俄罗斯接收300吨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这批物资将于当地时间20号抵达委内瑞拉的迈克蒂亚机场 马杜罗否认国内出现人道主义危机 指认美方所谓人道主义援助 是试图把美国干涉委内瑞拉内政正当化 近期美国提供的多批援助物资抵达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边境 美方希望物资通过边境进入委内瑞拉 对此委内瑞拉政府明确予以拒绝 指责美方所谓的援助行为虚伪 并要求美国取消制裁 在美国公开承认委内瑞拉议会主席瓜伊多 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后 马杜罗表示不满 随即宣布委内瑞拉与美断交 此后美国方面不断加大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力度